黎明星 天罗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黎明星 天网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黎明星 天网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天网的 我想后学有必要把刚刚的话 再跟各位前行要提醒一下 其实我们常讲 道理 跟所谓的理之外,是的一个执行 前前们要去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 讲的是说我们很多东西 在饮食上面 你三餐之外 你已经饱了 你就不要再去 涉猎一些 跟你温饱没关系的东西 比如吃吃糖果啊 饼干啊 豆干啊这些的 我们 这个所谓的戴德的经典班 基本上而言 一般来讲 年纪都比较大一点 年纪大的人早上起得早 吃早餐也早 然后他的食量小 所以小量多餐有他的必要性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道理 跟我们去执行的方向 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要 慢慢学着 去做一个判断 假如没有办法去做判断的时候 可以问问看别人的一个看法 你才不会觉得修到 怎么会有这么多 至爱难行之所啦 我比较强调的 然后就是一些的 有些人就是好像 好像24小时 嘴巴里就是不能没东西啊 吃太多的东西了 对身体是负担 其实他也代表一种欲望 那你说我们 那你说我们 比如说 假如今天冬至 要吃一个汤圆 他也不叫什么欲望 那叫应景的食节东西嘛 那这个欲望跟应景的东西 前学们要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接着我们来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明德的第一个名字是动词 这个动词还有三层的意思 第一个 就是你首先要去明白 明白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真如本性在那边 如果我们没有求到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 我们会知道身上还有一个真我的存在吗 多半的人应该是不知道 第二个 你明白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动作 复明的动作 复明就是 把我们这个灵明的本性 本来所具足的光辉 要把它再一次的恢复建设起来 这个叫做复明 我们讲 德之体本明 补称明德 那是因为 受了六万多年 轮回的一个染污 他不明了 不明你要把它再一次的有没有 把它复明 第三个 只有复明自己的本性还不够 你要去显明 显明就是明明德之后 轻轻 心明的达用的那个区块 把里面的那种 爱人 敬人之德 把它扩充出去 老无老 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佑 所以 谈明明德 这三个字 第一个的明 他就隐含了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只修自己可以吗 不可以 如果你修别 你帮别人去成就 而忽略的修持自己呢 那又叫做一个所谓的刺激的刺激的一个颠倒 谈到复明本性 谈到复明本性 就不离开什么 动跟进 这两个区块 我们用中庸去做一个对应 研究儒家的思想 大学跟中庸 一定要合在一起 去做一个所谓的 比较 做一个 对证 互相来做一个印证 中庸里面在讲 成则行 行则助 助则明 其实中庸的这 这三句话 他就是在呼应 大学里面讲的明明德 成是指我们的良心本性 我们的良心本性 如果把他开发出来以后 久而久之的 浑厚的天性 很明显的显现于外 行则助 他跟我们外面的身心 合而为一了 助则明 明就是他能够散发出光辉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修以后 我们应该要去 要求自己 达到的一个层次 所以 圣人讲的大致 若于什么意思 当他自己 赋明的本性之后 他的那一种的 为善不予 人知的 天性 很自然的显露于外 他不用刻意的 去造作 可是 虽然 不刻意去造作一些事情 让别人知道 别人却因为 透过他的行为 很显而易见的 察觉到 他是一个圣人 所以前面 谈的就是我们讲的 自良知了 明明德就是 自良知 进度 极呀 那所谓的动度人呢 中庸的后半句话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变跟化 都是对人而言 对外人而言 当我们的明 自信的那种明 光明 能够完完全全 显发于外 他就能够感动别人 感动别人 变着 别人就跟着我们一起 去改变了他的生活的模式 改变了他的行为的模式 变则化 久而久之 就跟我们一体同风 一起走修行的路 所以 进度极是 自良知 动度人 是起良能 度己是明体 然后 度人是达用啊 真正能够做到圣人是 大而化之的人 我们常讲大而化之都错解了 这个人出之大业 对不对 做事都随随便便 这个人是大而化之 实际上大而化之 是对圣人才有的一个称赞 结果我们在错用的情况之下有没有 把他用到 不好的一个方面去了 前面谈明明得有这么多的一些的内涵 但是无非 回到一个比较白话来讲 也就是改习性 还有化病性 习性是最容易去察觉到 尤其我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里面 像我们看到社会上 有这些所谓的 负面的新闻的报导 你看到那些附加子 酒醉驾车也好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的 不良的行为也好 会觉得正在心里想 需要有一杯水 最好接一个水龙头上来 谢谢 那些 那一些小孩子 都是从小在家庭的教育里面 被教中了 养坏了以后 父母只有一昧的去 放纵他的习性 因为你要改他 他也未必由着父母去做主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在教养我们子女的时候 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 跟各位前前讲 现在的小孩子 基本上 都有小聪明 但是 未必有大智慧 所谓的小聪明就是 他懂得察言观色 然后在很多的 生活的细节上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我要吃什么 我要穿什么 他由不得大人去安排 而我们做父母的 又总以为 从小培养孩子 独立的习惯 所以要求孩子 有他自己 尽量发表他的意见 我想到我小时候 真正所谓独立做主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行为养成了吗 未必 那个只是在 加强他的主观意识而已 我们小的时候 哪里有父母问我们 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过年等到一套衣服的时候 有没有 就很阿弥陀佛了 平常如果有衣服 哥哥姐姐留下来的 那管你男男女女 只要能够遮体 我们都穿在身上 可是 他有影响到我长大 我的主观意识 我都独立做主吗 从来没有 可是我们如果 太小就问他 你要穿哪一件呢 你要吃什么 这个小孩子就认为 凡事要照着我的意思来 他长大他就改不过了 然后我们大人 又没有办法 见为之作 以为眼前这样做 代表小孩子很聪明 你看我的孩子 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他这么小 就懂得他要做什么事情 最后长大了 你就改不过他了 我小的时候看过我妹妹 不是我小时候 我看过我妹妹在养他的小孩子的时候 我就看过这种画面 那小孩子坚持要穿一双鞋子 才两岁多的小孩 他坚持要穿那一双 你不给他那一双 他就不出门 你给不给他穿 我也看过我亲戚的小孩 我也看过我亲戚的小孩 带到外面去 他要吃某一样东西 你不买给他 他就原地不动 你拉着他 他就懒鱼打滚 这些都是两岁多的小孩子 到那一刻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 你知道你妈妈不是开玩笑的 你下一次你就不会用你的意见 所以我儿子在四岁多就被我饿到半夜三更坐在床上面哭 很简单嘛 小男生皮呀 喜欢玩玩具对不对 早上起来 吃第一餐饭还正常 中午叫他吃的时候有没有 他不吃啊 为什么他要玩玩具 你也没有时间跟他耗 我们又在上班 于是OK 不吃就不吃我把他收起来 收起来一餐饿一饿 他玩一玩累了饿晕了 他也倒下去睡觉了 倒下去睡觉的时候三点多他起来他要吃了 开玩笑我三点多给你吃 那我五点多谁吃晚餐啊 是不是 就不给他吃 不给他吃他就喊饿 喊饿有没有 我说你饿也是你自己中午给他放弃的 结果他又哭一哭 到了五点多叫他吃饭 他睡着了 应该是饿晕了 晚上十一点多我睡觉了 他醒来了 坐在旁边一直掉原本 他不敢叫我 为什么 他饿了 饿得有没有 手真的发抖了 你们会认为后学太残忍 可是我如果不这样狠狠下一招有没有 我就永远像一般家长一样 拿着一个饭碗追着孩子跑 然后一天家里面就24小时不断的开火 为什么 他吃饭的时间跟你不一样 小孩子不会饿一天就死掉了 我从小到大也不知道饿了无数回 为什么 常常在那边玩啊 对不对 玩的时候就忘记回家吃饭了 回家没得吃的时候 不也照样就这样子 挺过来了吗 所以那一次啊 到了晚上十二点多他再吃一碗泡面 那时候四岁多 从那一次他就知道他妈妈不是开玩笑的 我就给你饿 所以 我们家的长辈啊 都说我好狠 不知道以为 每一个是我亲生的 所以后学养孩子为什么养得轻松 因为我有雷厉风行的手段 我虽然不敢讲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放出四海而接准 但是最起码我养出的孩子 他在物质方面的需求 是很淡薄的 他在耳后的成长过程里面 他的三餐的作息 他会跟我们配合的 因为一次就让他刻骨铭心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眼前的一些所谓的 处罚的行为 看似有一点过火 但是 你没有狠狠的重重的一级 其实你后面很难收到的效果 所以这是后学 教养孩子的态度 好在不论教的好教的坏 养两个也就养完了 孙子就已经不是属于我的一个责任了 孙子就是儿子照着他的想法去教 以后我要看他怎么教他的下一代 就知道他对我的方法认不认同了 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代 经济方面的挑战越来越拮据了 所以如果从小把孩子养得比较娇涉 他面对大时代的艰难 他很难去适应的 他要的那么多 但是他能拥有的只有这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起步的一个启蒙的教学 不是一直教他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太灌输一些 学士上的礼物了 我倒不在乎这些东西 像有一些人强调 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 妹妹的孩子 从幼稚园就读英文 读到现在念小二还在读英文 我告诉你 真正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 这是最错误的教育方式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他反反复复 那几个字念了八年 他上国中他就不耐烦 他上课就不专心 你教的我都会 他不专心的态度一旦养成 他真正的会的他就吸收不进来 可是现在的父母为什么觉得 养儿育女很辛苦 是因为你们把很多钱花在一个不必要的上面 贺学的孩子小五才去念ABC的 以我的意思小六念就好了 可是 大家都已经进入国中不教了 所以进入小五才开始念ABC 那前面四年六年 根本不花时间在这边 读什么 读课外读物 看很多的课外的书籍 去充实他的内在 让他的思想领域能够更为辽阔 这些课外读物 只有念小学的时候你有时间读 进入到国中你没空了 因为正本的科目都不见了 可是我们小的时候 让他学英文 让他学什么MPM 然后让他学美术 然后要学钢琴 学小提琴 他哪里有时间读课外读物 所以他的内在是贫乏的 所以过去的我们不懂得什么养儿育女之学 我们只是照着我爸爸给的这种观念教导 也把孩子养的蛮健康的 可是我看现在很多人在养孩子的下一代里面 养的真的没体啊 那个小孩子没有规矩 然后也不见得 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聪明了多少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去充实自己一个区块 读圣人的东西 是为了应用在生活当中 这个生活现在跟你有关 或者现在无关 然后一定有关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要成家立业嘛 那就请你不要忘记 后学今天讲的这一段话 你这样去做 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经济的负担 然后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是快快乐乐的 不要整天背着一个大书包的 然后到了他该学的年纪里面 我们才适适的加入那个养分 灌溉培育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可是现在人太讲究 养育之学了 照着书本养孩子 养到后面的结果就是 未必有好的结果 我们拉回来看 看到这个习性 我们谈到这个习性的问题 谈习性就离不开一个寡欲的范围 谈欲望前前也要去注意 真正的欲望不是只有 物质的欲望 我们对人的一个感情的牵挂 他也列在欲望的当中 当我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一定会牵动着我们的一个脾气 会让我们发一个所谓的无名怒火 你想要的得不到了 得到了失掉了 都会带来这样子 所谓的不良的一个后遗症 所以习性跟秉性 这两者 它是互相交互作用的 所以王先生曾经讲过 这一生的习性没有去掉 他未来生就成为我们 与生俱有的秉性 所以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为什么同父同母 同一个家庭环境 教育出来的孩子 他在个性上有这么显著的差异 那是因为他过去生阿赖耶事里面 囤积着秉性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 父母提早学到 能够察觉出 儿女的差异点 而适时的加以对症下药 我们就可以 造就出 龙凤之职的儿女 所以你不要把学到当成一种 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 圣人从来不给我们画一个大饼 圣人告诉我们 路要怎么样老老实实的去走出来的 所有的道理 必然可以跟我们的生活 画上等号 它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将道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我们学的再久 也在生活里面 有无尽的苦恼在等待着我们 所以谈这个修道里面 第一个就是寡欲 把所有能够牵绊 我们心性的那些的 七情六欲把它扫干净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一些的争端 大家仔细的去细思 古今中外 不都是一个欲望吗 前几天躺在床上 就想到一些历史典故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 高中的时候我们读过古今中外的历史 把各国的历史 把它 总和起来看 其实 朝代跟朝代之间 就是只有杀戮两个字 以杀戮来建国 以杀戮来推翻一个王朝 我们人类的历史 其实 就是用杀戮两个字在代表 我们人是做万物之灵的人 可是我们却用了最下下之策 来解决了人的历史上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杀戮 因为有欲望 当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我又没有良好的德性 来约束我的行为 所以我就放纵 如果你是一国之军 你就剥削百姓 如果你是一国之军 你就可以大动干戈 去往外发动战争 来满足自己一国之所需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从整个世界的历史看 从我们人一生的历史看 推动人类进化的是一个欲望 但是把人类推向灭亡的也是一个欲望 你不能善用 不懂得节制 这个欲望 它不会带来成功 它是带来什么 带来所谓的一个毁灭的作用 所以后学刚刚谈了嘛 欲不是只有物质而已 还有情欲在里面 把所谓的物欲情欲 都能够把它淡化掉了 我们的起心动念 才是从我们的真正的良心本性里面 所散发出来的 所以老师说 一成而后心正 心如果正了 不随进摇摆的时候 立身处事就能够 循规道具 这为什么我们在讲 孔子的 四纲里八条目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修身 把格物自知摆在前面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那个格物就是格物欲 还有格情欲的意思 这个如果没有格掉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被外在的境界风 所影响 而随进了摆 就迷失了我们自己 那改行性的方法呢 今年的讲师高级班有一堂课 叫做怎么样能够无助身心 这个题目大概能答出来的人也不多 这个题目真的很难说 要怎样比资于书真的很难 我自己本身就反反复复在想 其实 那也就是 无非就是方法 只有一种 常常耳提秘秘告诉自己 何谓无助身心 我们做任何一件 与人有益的事情 都不是贪图着 所谓的 色身相位处法 不是贪图外在的一个名相 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 一切的善心 发出于自然 而不是落在名相当中 那也无非就是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嘛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你贪什么 你给我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又怎样 你给我一个好处 那个好处又能带来什么结果 凡所有我们贪的东西 到最后 身带不走 而身 不是带来的 死我们也带不走 相反的 当我们贪图的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觉 手脚受到捆扶了 你看今天如果我们练家的时候 你在这里就 如坐针簪了 为什么 担心家里的一堆的事情 后学以前出门啊 是个相当 粗心大意的人 我都不会去注意到 这个窗户的关了没有 我自己一年春夏秋冬四季 都喜欢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 我喜欢空气流通的感觉 我不喜欢那种 密闭式的感觉 我也不喜欢屋子里面 黑漆漆的感觉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的 第一件事 就是拉开窗帘 其实现在的五点半 外面还是漆黑一片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所有的窗户都打开 让什么 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那如果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里 那还无法 有的时候 最后 我们到外地去 承担工作了 有事情要办了 忘记关门窗 早上是艳阳天 结果 到了周五有没有 可能就已经 倾逢大雨 我有过一两次 回到家里面发觉 整个后阳台都是积水的情况 前阳台的桌子上面有没有 也积了一堆水 因为窗户都打开 雨水打进来 我有了一两次的失败经验以后 我就学会了 要出门以前 把窗户都关掉 为什么 因为免掉我在佛堂的挂碍 我关掉它 它不下雨 没关系 顶多 再费一个转折把它打开 可是 如果我没有关 我进入到佛堂 进入到外地去 我就会看到外面 天气的变化 就会让我心里面 隐隐有一个挂碍 哎呀这个雨水 如果临到屋子里面 不是要产生很多善后的烦恼吗 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步 你要安顿自己的心 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里面 你摆在这里 你就不要把心往前面 往后面去推 你都不要 可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难免会有一个 牵残挂碍 如果要让自己达到这样子 置心一触的 这种所谓的 成就的时候 事先我们就多一些的 筹备工作 也就是把我们有可能产生挂碍的地方 先做一个处理善后 于是我们出门 就不再回头看 你在哪里 你都不会想到 家里那个区块 你检查瓦斯 检查门户 你来到佛堂 你就不会这一颗心有妙 随着外面的 天气的变化 而七上八下 所以谈置心一触 这是一个入手的功夫 假如来到这边 想家里 想东想西 想一堆的地方 那这颗心 还是落在 人心的区块里面 你听三年 听五年 听十年的课 人心也没有转成道心 因为道心是不动的 道心是放在那里 他就安安稳稳的 在那个境里面 他悠游自在 人心不是 所以我们才说 扫三心嘛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这些都是人心 人心会随着境界风 而有种种的千变幻化 道心没有 所以时时刻刻 要什么 把人心转为道心 我们就必须注意自己 挂爱的东西在于哪里 东西拥有越多 对我们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 去年的时候 因为曾经到对面的海岸 大陆那个区块 去大陆去了好几趟 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换一些人民币 我记得那一年去年换的时候 好像4.9将近 换完后摆在那边也没有去注意到 有用就把它用掉 前两天突然看到 这个人民币 好像变成了 4块5毛钱还是4块6毛钱 怎么我还没有花钱对不对 我本来花5块钱换的人民币 现在只价值4块6毛钱 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我的钱已经变少了 第一个念头 看到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数字的变化 心里面就有一个想 哎呀那我吃亏多少 我换了2万块钱的人民币 或我这样吃亏多少 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如果不换 摆在现在该有多好 我们人都是这样子 很喜欢用现在论过去 但是问题是 当事情成为历史 现在讲再多都是没用的 你想的再多只是让自己不舒服 因为比较而起计较 因为计较而心不服气 吃亏了 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换钱的目的在于哪里 我换钱的目的是在于差价吗 不是啊 只是为了我要方便去使用而已 那这个动机没有改 我何必要管他的上上下下呢 于是我就想到 人东西拥有的少真的很好 我只能换2万块钱 插也插不到哪里去 如果你钱太多呢 在玩这种闭之游戏 我看你现在就笑不出来了 哭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扁的太多了 所以人拥有越多的时候 别人对他投以羡慕的眼光 只有当事者才知道 拥有的东西造成了多大的负担 就像我们常喜欢用 衣服来比喻 你打开衣橱 只有那两件 随你去挑 不是A就是B 不是B就是A 如果你有26个字母可以选择呢 你早上也不用到这边来了 等你学完 已经天黑了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自己 那么多的欲望 会让我们导致魔灵两可 那很简单嘛 你就让自己 可以选择的机会 给他降到最低 我从去年前年就一直谈 要把自己的衣橱给清一清 有很多衣服有没有 几十年了 42年了 高中的衣服 到现在还摆在那个地方 腰围也没那么细了 对不对 穿也穿不上了 行字上面也不符合这个年纪 还挂在那个地方 一直告诉自己要把它整理整理 然后把它清出去 拖到现在没有做 没有做的原因是发现 把那个旧的清掉以后 手头上可以有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 因为走进道场以来 我们真的已经习惯性的 就少数的几套衣服 就让我们走遍了天涯海角 可是不也这么悠游自在的过来了吗 道歉门有的时候 我常劝后学 A装再做一套 做大一点 因为做大一点的话 胖一点别人也没有感觉 做一套A装没什么了不起 花个两千块钱 这个能力还负担得起 但是 再做一套A装 要把它穿破的机会 应该不可能 算一算也没有那么多的 岁月让自己去磨那套衣服 所以还是穿原先这一套就好 我看我刚进道场穿的那套A装 跟现在穿的A装 你们不知道 我的感慨有多深 在座的老菩萨年纪比我大 在你们前面说一个老字 实在有一点太自不量力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 已经有一点老了 当年穿A装的时候 连缘王经理的A装借我穿 我能穿 你看他才多瘦小 可以想现 24年前我是 安装的妖娇蜜 当然在你们眼里 哎呀不对 那个是瘦瘦的黑黑的干巴巴的 有没有 那个时候是50.5公斤 现在呢 现在我一直要把体重给降下来 结果 那几块肥肉就是闻风不动 我想尽的办法做仰卧起坐 我想尽的办法有没有去快走 可是 好不容易掉了0.2公斤 喝了两杯水又回来了 我就不得不承认 人年纪大了有没有 代谢率就低了 这些是很自然在身体里面 囤积出来的杂物 那我身外的东西呢 那个东西我摆不掉 脂肪的累积摆不掉 但是身外有很多的千禅挂碍 我们要一起学着把它放下 不要把它囤积在里面 当成古董 因为那个东西与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拥有多少 我想真正学到的人 你要去羡慕炎回炎夫子 活得多么潇洒 多么所谓的自然 所以拥有越多 会让我们的负担越重 所以常讲 知足者 常乐也 知足才能够让我们得到 化秉性 对人 不要去怨人 我想大家的心里面 从年轻走到现在 应该都有一股怨气在那边 我也有 我曾经也怨过自己的父母 好像 好像对我的这个 好像就不是很公平喔 因为我刚好排行在中间 长在前面的 长在后面的 爸爸妈妈都记得他的存在 这个中间出生的 连我的出生的年月日都忘掉 只大概记得你是晚上生的 OK 晚上生的就晚上生的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有来历的人 记得自己的出生时间 也不代表什么了不起 我们一路走过来 成长的过程 都曾经在 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 我们怨过父母 怨过手足 怨过朋友 怨过同事 怨过老板 走进道场 我肯定你们怨过道庆 我肯定你们怨过上位者 为什么 因为我都有怨 将心比心 大家一起怨 这些 就做人的角度来看 都很正常 可是问题今天 我们是要 什么 排除做人的角度 要去学着 成圣成贤 那这个怨制 就不可以 让他继续落地生根 我们要去思维父母的恩 要去思维手足的好 要去思维同修道办的点点滴滴 把所有人家的好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的负面的情趣 情绪啊 他自自然然的 就能够 所谓的 消灭于无形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 不怨人的 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找人的好处 开始找人会 找人的好处会很辛苦 觉得好像 怎么找也翻不出来 可是一旦我们养成习惯 你就会像孙悟空的火木金金一样 一眼就看到人家的好 你会把人家的不好 充耳不闻的 所以习惯都是养成的 古德告诉我们 修道的人 一旦踏入修行以后 要把深处变熟处 把过去我们所不曾习惯的好习惯 你现在要把它变成 你日常生活里面 常常做的事情 那叫深的变熟的 把熟的变深的 把过去只是为一级打算的那种 思心思念 你要什么 慢慢的把那个我给放下 不再去考量 自己在一件事情里面 它是站在吃亏 还是站在 占便宜的一个角度 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一个转化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方法 对事情 不要觉得委屈 什么好事情都不找我 丑堂干杯都找我做 金山都找一口的 对不 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里面 我们就容易衍生出对于事情的一个不满 一次两次你愿意承担 三次四次你就会排拒了 就反而回过头来 障碍了我们 历世恋心的 多的一个机会 反正谈这个化饼性 它也无非就是 六度里面的忍入性 如何我们在 真正已经吃了亏的情况之下 还能泰然处置 所谓的吃亏 就是你没有错 但是 你却必须去承担 错误的一个后果 那各位前嫌 有几个能忍下来 但是你要忍 因为你要成佛 你就一定要经过这个阵痛 这个叫做脱底补漏 这个叫做 推功懒过啊 不要些微的一些 莫须有的罪名加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大动肝火 我礼拜天 去开放班入班的时候 他们跟后学问了一些事情 我们在聊的过程 我们在聊的过程 然后跟后学解释一些事情 其实 后学在听他们解释的时候 我倒没有想了那么多 因为 脑袋瓜 没有想得很复杂 问到最后 他听对方一直在表述事情 我就问他 我说你跟我讲这么多 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跟我不相干 那你跟我讲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 对方就 吱吱呜呜的 我才了解 原来他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不太 圆滑的地方 很怕引起了后遗症 那希望我们在这个区块上面 能够 所谓的有所去 弥补 后学就心里在想 我们在道场上处事啊 有的时候真的要常常 退一步去想 说话做事 都不要太快 太快的时候 一句话出去 覆水就难收 他伤害就会形成 不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保护别人 他是我们唯一 要去考量的 自己要摆在后面 任何事情 都不可以伤害到 无辜的人 假如我们对于 在道场上处事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和谐的 我们处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我们会因为 感情的一个交流 水乳的一个交融 让我们心连心的 可是为什么 在道场行走这么久 人我之间 还有一些的 不愉快的事情 不断的在发生 那是因为 彼此常常有一些 无心的言语出来 他不是刻意的 他虽然不是刻意 但是听着有心 收进去了 他就很难以 把他什么 听着 听着网文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我们对别人 你要抱持着一个态度 把别人的话 当成是无心的话 不要去斤斤计较 但是 面对自己要去跟别人说话 我们每一句话 要仔细去推敲的 这句话 能这样说 这件事 能这样去做吗 人际关系 要去运作的圆容 就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运作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量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 不太刚了 他们 有人问我说 你看到别人生气 你会不会害怕 我说 什么叫做 别人生气 我要害怕 你如果看到上位者生气 你会害怕吗 我从来不会 我在学校里读书 老师生气 我不怕 校长生气 我不怕 我在社会上工作 老板生气 我也不怕 我只怕一个人 怕我爸爸 因为他生气 我就要倒霉 对不对 只有他生气 我要躲得远远的 其他人生气 我干嘛要怕 是不是 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人跟人之间 你把这个关系弄你了 我跟你的相处 不应该直接在我怕你 而是我们互相敬重 这个敬重是来自于 我们有缘相聚在一起 不论你的资质好 我的资质差 不论你比较呼风唤雨 或者我比较默默跟雨 那个都不妨 问题是我们相遇了 我们就彼此结长补短 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能够各尽一己之力 去安顿这个道场 这是大方向 我自己这一辈子的个性 太刚了 刚的就在于 我不怕 什么都不怕 工作我也不怕 因为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从来就没有找工作 找两次的 一次就可以OK过 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的 自傲在里面 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个性 可是这个不怕 它又衍生出两个的问题 第一个 是我们的狂妄让我们不怕呢 还是我们对事情 我们已经由以代之了 我们准备充分了 我才不怕 我才想一想 其实我都不怕 多半落在狂妄的上面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讲嘛 你修到 能够不往里面去认识清楚吗 如果我们不认识清楚 我们会觉得 你看我这个人 勇者无敌 对不对 我都什么啊 什么都不怕 可是你一细细思 这个不怕 跟圣人的自人勇的勇 勇德是不一样的 它是来自于 血气方刚之勇 那正是凡夫俗子 最容易产生麻烦的 真节制所在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 省思以后 我就开始要去调整我自己了 要懂得往后退 因为你不怕 你就会站在原地 你不肯退 打死我也不退 所以各位前嫌 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 或许用这么样多的 一些的小故事 去牵引大家 是希望你能够不断的 反反复复的 透过反除你去了解 道理虽然只有一种 但是当你反除出来以后 所产生的营养成分 它是绝对不止一种的 但是不论你怎么思维 它最终的目的 也无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对应自己的脾气毛病 去痛下针匾 去做一个修正 王凤云言行录谈到化性 化性就是改息性化病性 一个真正化性的人 他的度量一定宽广 有得的人 心量必定广大 只有小人才会挨在必报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抱喵气啊弯 希望你等我几年 然后我就一定会赢过你 我们学到不可以抱着 如是的一种卑鄙的想法 所以明明德最终 就是要我们圆满天性 所谓的死人心 活到心 把所有会阻碍我们 往上提升的 那种后天的心 自私的心 贪婪的心 计较的心 或者依赖心 所有这些不良的心 我们都去掉了 这些人心去化掉了 那被人心所覆盖的道心 他就很自然的显现于外 一旦道心显现于外的时候 不论在任何一种 境界风的吹动之下 我们都可以做到 万事不动心 不论以后 整个道场的环境 怎么变化 不论我们自己 个人的生活环境 有怎么样的一个曲折变化 绝对不要让外面的境界风 去影响了我们最初的悼念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千万不要忘记 五十成道四十罪 而我们其他的人 就是要小心翼翼 呵护彼此的一个道苗 不要轻易的去做别人 葬道 考道的一堵墙壁 我们是来祝道 我们不是修罗 我们不是来考道的 谈道明明德 后面才有清清跟悉明 引用佛家的优婆赛戒经 我们来做一个印证 修行的赤地 都一样的歌而清闲 不先修自己 己身不正 焉能证人 我本身不能做一个标杆 如何让别人望而起味 起而效法 绝对做不到 优婆赛戒经里面 讲这一句话 他说 菩萨谋和萨 先自除恶 后教人除 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己 把我们负面东西 改过来以后 我们才能够告诉别人 这个不好的脾气毛病 对于人 所产生的伤害有多大 若不自除 能叫他除 无有是处 自己做不到 一昧的只是强求别人 这个是没有立足点的 事故菩萨先因 持戒 知足 情形精进 然后化人 我们来看 最后讲的 修菩萨道要持戒 这个就是叫我们 要如何寡欲 看到了就会心动 那非理莫事 听到了 小鹿就蹦蹦跳 那就非理莫听吧 这个叫做持戒 是让我们淡薄欲望的 初步的修行功夫 第二个 就是看一看 自己的环境里面 要长生那种 知足常乐之心 觉得自己很幸福 前面有讲过 后学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觉得自己的父母 好像有那么一点偏心 可是这一两年来 也反反复的在思索一件事情 因为已经走过了六十亿甲子 也该整理一下 前半生的这么多的岁月里面 有什么东西 值得自己珍惜的 要继续把它保有下去 我觉得我这一生 最幸福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做我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后学求到的姻缘 是从娘家那边来的 是从我的外祖父 外祖母那边的姻缘所奠定下来 而且学到以后 母亲在我们吃素的过程里面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因为她很会烹饪一些的素食的料理 我们一说吃素的时候 她就完全把家里的 这个饮食的习惯完全调过来 她没有任何的怨言 实际上她自己本身并没有吃素 她是要归空的前几年之后 才立得亲口怨 可是她完全 没有任何怨言的 在配合我们子女 家里面就看不到那些婚姻子女 所以我觉得 降生在这样的一个 父母的怀抱里面 真的为我自己以后的修行 奠下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 我觉得我这一生 找到一个很好的婆家 这个到底是当然是命定的 有好的公公婆婆 养了一个品德相当崇高的先生 然后娶了我这么一个品貌兼优的太太 当然这句话只能在这边讲一讲 自己高兴啊 如果她坐在下面 我都要闭上嘴巴 因为我怕她那种瞠目结舌的样子 我嫁到一个好的先生 我82年学到 求道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这一辈子好像就在等 等着一个求道的机会 你这一生等的就是在等这么一刻的到来 你等到 而剩下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 让你走修道的这条路 走的没有后顾之忧 这二十多年来 她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运作 所以 我应该是比一般人要来的幸福多了 我没有遇到任何的一个阻碍 我在职场上面我要吃素 我的老板是基督徒 他会交代厨房的 这个所谓的煮饭的阿姨 要把我的素食东西烹饪出来 我没有碰到人家 因为我饮食习惯的改变 而歧视我 没有 从来没有 在婆家也是 公婆一听说我吃素了 连砧板都换 锅碗瓢盆全换 因为她认为 吃素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 那再过来就是 走道场 我很庆幸 我的学习的过程 从发一来到保光 发一让我在戒律上面 比较严谨 保光让我在钢当中 还带有一份柔 所有这些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真的找不到 有这么完美的一个衔接了 尤其在保光绍兴这边 我最感恩的是我们科前人 因为是她的大力推广经典 让后学有很多 学习的一个机会 没有责任去承担 我应该也会相当的懒散的 不会不断的去研究这些经典 再一方面就是 各地的道场 给我们那么多 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这样子 仔细累积一下 这六十年来 好像都是一帆风顺的 那为什么过去 在没有学到以前 会觉得自己的命 有一点坎坷呢 因为我们只记得不好的 只记得小的时候 跟父母 结封牧与在外面摆摊 卖面的辛苦 却忘记了父母 跟我们一起辛苦的样子 少了一份感恩的心 所以跟各位前嫌分享 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是希望大家 你换一个角度 人生没有那么多 值得哀怨的地方 也没有那么多 好像 让我们觉得 有瑕疵的地方 你只要换一个感恩的心 你就发觉自己拥有的 远远超出 一般人所能有的 当心里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得到的多 心里面是幸福洋溢的 当我们处处觉得 在生活里面 我不如人的时候 你里面有的只是气愤 都是负面的情绪 在里面纠葛在当中 我们在座除了少数几位 还是属于所谓的三十二历的 如花似玉的年纪 大部分的我们 都有一段的岁月 经历过 似乎我也应该 在某些时间 去想一想 人生从过去到现在 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而那个遗憾 真的是足以构成遗憾 还是自己以为的一个遗憾呢 你要想办法把那个遗憾 给他转一个念头过来 这些都是教我们 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 把我们所听的道理 离开了道场以后 还能够放在生活里面 让他结合为一的 多想人家的好 会让我们觉得 幸福跟快乐的 在清清 明明德 是复明我们的本性 明体之后要达用 达用就是要爱护 亲近我们自己的家人 血缘关系 有亲疏远近之别 孝涕之道 绝对不要把它颠倒 现在人对子女行孝道 儿女的话毕恭毕敬 对于父母的话 就往往马尔东风就过去了 这些都是我们 在进入道场以后 我们要去深思的一个地方 没有学到 可以随便着社会的潮流 改变我们 可是一旦学到 你就要摆脱社会 负面潮流所带来的影响 孝是对应长辈者而言的 所以我们对父母应该要什么 要竭尽全力 对儿女反而应该要 有所取舍的 可是我们一般人刚好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现在的天灾人祸不断 那就是在于 人伦的大本孝字出了问题 孝字一旦出问题 天下就多了很多有怨的老人 天地之间最大的诅咒 来自于父母的怨恨 人世间有很多的老人 他心里面对于儿女有不满 那股怨气积结出去 有没有 他怎么会有良好的磁场 等待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想进化这个世界 要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后代子孙 还能够生存的一个生活环境 首先我们就是要老无老 先让自己的父母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我们尽心了 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愧的 把他放下来 那剃道为什么要尽 我坦白讲 我个人的观念 我假如谈剃道 无非就是不想伤父母的心吧 因为手足细强 是父母最难堪的一件事情 让父母觉得难堪 他就是不笑 所以为了要让父母 没有任何的挂碍 你就一定要去行剃道 在我个人而言 我对剃道的定义 就是这个样子 圣人是不是这样教的 我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认为 笑跟剃 它根本就是一体 他只是对应两个不同层面的人去做 进了剃道 才是圆满笑道 所以王凤言行录的时候 他的母亲不是在临终之前 一直交代王先生吗 希望他能够照顾 他最幼小的孩子 也就是王先生的最小的弟弟 那这一种的照顾 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为止 后学给各位前嫌一个标准 三次 你给他三次机会 三次他不改 你就放 不需要太多 再过了以后 那就会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枷水 你看佛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为了所谓的释迦族求情 求琉璃王 求几次 三次 在我们中国里面 有多少的律师典故 谈到都是事不过三 以三次为一个集界 你做了 他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你就只有让他摊下去 这个就是拿捏取舍之间 我们自己要去斟酌的 当然也依着个人的环境不同 而有所调整 所以轻轻就是从血缘关系 往外面去拓展 佛门讲的同体大悲 从同体大悲 从有血缘 扩及到没有血缘的关系 所以谈到再轻轻 也无非就是 我们跟长辈 还有平辈 跟晚辈之间 要如何去落实 孝剔词 这三个字 心明就是没有血缘的 与民皆心 大家一体同风的 一起走修行的这条路 圣人在大学这本书里面教我们的 无非就是把家里面的孝剔词 推展到国家 推展到天下 因为天下 是由无数的国家构成 国家是由无数的家庭构成 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家庭伦理 孝剔词应当去遵行 所以只要一个家把这三个区块做好了 家庭富足了 国家就健全了 国家健全了 于是国与国之间有妙 他就不会彼此侵略 造成无谓的一些的损伤了 所以我们起步 修行是明明得 求了一己的负名本性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只是为了自己吗 不是 非为成己而已 不是为了成就自己 是人己同诚 你跟我 我们一起去成就的 而要去帮助别人成就 不是依着我们的人心 是依着我们自信的得用 为什么一定要去奸爱天下 因为就我们的自信而言 他没有一个我像在里面 天下云云众生 万物皆备于我 都是一个他自己而已 同一个细胞而已 所以我们的自信 如果不断的开发 你那个爱人之心 他就会越来越厚实 人我的分别 他就会越来越少 于是我们处在现实的修半道的生涯里面 你的路就会越来越广 为什么 因为心量宽广 所以修到的路 如何能够广 首先就是打开自己的心量 心量如果不开 只在四项上去做文章 终必是穷途末路啊 所以学到最终的目的 是人我一起沉道 复归于无极里天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那这一堂课 就跟各位前嫌 分享到这个地方 有不圆满 再给后学指证 感谢观看